小新好 還有我們各位父老鄉親 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看我臉才有一點 帶狀 帶狀泡疹 帶狀泡疹 還好我十年以前有打疫苗 那是最老一代的疫苗 他們說已經沒效了 但是我想多少還有一點防重症 比如他們說很痛啊 眼睛會瞎耳朵會濃啊 真的喔 不要不要 如果沒有打疫苗 我只能鼓勵你們去打 因為以前有個歌手叫鄭妮的 大家知道 小雨下了政治時候 我選市長的時候 他先生每天跟我跑幫我助選 後來我輸了他們很失望就移民去了 移到加拿大去賣包子水餃 什麼麵包 後來前陣子回來 因為蔡琴在淡水辦一個演唱會 給林懷民募款 我就去等於是支持一下 剛好鄭妮他先生在 回來我就帶他們從淡水回來 他先生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我現在耳朵聾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得了帶狀炮症 得了帶狀炮症以後 因為在加拿大 你知道在外國看病 都很麻煩嘛 沒弄好拖幾天耳朵就聾了 所以這次他們一直都很擔心我眼睛會下 因為神父熊那邊看 哇你運氣不錯 你一條神經這樣走 一條神經這樣走 中間這條神經就是眼睛 剛好就沒有走到中間這條神經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很麻煩的 很麻煩 但是很多人覺得你要休息 但是我說巧心辦活動一定要來 對不對 謝謝 謝謝張大哥 當然就是說 立委一定是巧心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談藍白 合不合 總統合不合 那很重要 我們也希望他們合 合還可以力勃 合我覺得會贏 不合就很辛苦 不合也不表示一定不贏 那就很辛苦嘛 那你最後要靠什麼氣保 什麼這就是很難講 這都不是我們能夠掌控的 但是不管 那個也不是我們能決定 他們最後 我覺得也是看柯文哲最後的一念之間吧 最後就一念 他今天還講啊 到最後怎麼決定都不一定啊 很難講 但是立法院 就是總統這一局我們管不到嘛 但是立法院我們至少可以管到 對不對 我們已經有最好的候選人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就讓許巧心進立法院好不好 好 立法院真的很重要 你看陳水扁 陳水扁那年當總統 立法院掌握在國民黨手裡 不在民進黨手裡 所以陳水扁也做不了什麼太大的壞事 因為立法院不通過嘛 政策不通過 法案不通過 預算不通過 人事不通過 他沒有辦法 他只好在總統府自己貪污 關家那他能做的 對不對 他在家裡自己搞 然後他被關起來 那立法院的重要性 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我剛剛講 你所有的重要案子都到立法院去 你看蔡英文這八年 民進黨有哪一個法案 在立法院沒通過 沒有 一個都沒有 他要通過就通過 民進黨有哪一個人事案 在立法院沒有通過 任何人事案都通過 不管是監委啦 什麼考試委員啦 什麼中選會委員啦 NCC委員啦 什麼黨長會委員 反正他只要過就過 哪一個預算在立法院沒通過 通通通過 對不對 他們現在開始罵國民黨說 哎呀什麼這個委員 凍結這個預算 凍結那個預算 凍結預算 小青在議會以前是 凍結預算很正常嘛 是 我凍結的是要你來報告 你報告成了我就通過嘛 那在野黨只能靠這個啊 表決我是輸你的啊 我怎麼都擋不了你 我最多只能 讓你來說明報告一下 最後民進黨 表決大決議出來 還是過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啊這都是 什麼國民黨在阻擋 我昨天到南投 幫個馬文具 我覺得馬文具蠻慘的 民進黨現在所有的什麼 綠媒 所有的中央黨部 集全力來打他 是 說他什麼阻擋國防 洩漏什麼 國防機密 我說開什麼玩笑 我們做一勺潛艦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五百億 我們這勺潛艦五百億 現在還都 將來成不成功都不知道 還沒下水 還沒下水 他舉行的下水典禮 就像說我們沒畢業 就舉行的畢業典禮 他只在船屋 在船屋裡面就叫下水典禮 你開什麼玩笑 他將來還要 海軍 將領告訴我 船屋還要到港邊去檢查 港邊成功 還要到港裡面去測試 港裡面水比較淺 還可以救 港裡面沒有問題的 再到海裡面去測試 潛海 潛海沒有問題 再到深海去測試 一關一關一關 還久的呢 我們第一艘錢就花五百億 他們還想立刻就編第二到第八艘 一共要編 再編三千五百億 一共加起來四千億 四千億 那就是明子明高 你照理講 應該是韓國什麼 我先做一艘 對不對 做好了 我再改善 再做第二艘 那日本最近完成一艘 核潛艦 還不是柴油動力 我們是柴油 核潛艦 大家知道多少錢嗎 核一百二十億台幣 我們五百億台幣 我們不是核潛艦 我們還不是 我們是還有動力 而且它這個核潛艦 還比我們 比我們的各方面都好 一百二十億 我們五百億 然後最近澳洲跟英國美國 他們AUKUS去買核潛艦 美國算它多少錢一收知道嗎 三億美金 三億美金多少錢 九十幾億台幣 我們是五百億台幣 作為立法委員監督 說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這不行 這叫阻擋國防御轉 跟北京唱和 跟中共唱和 天下有這樣的事情 沒有 沒有 可以這樣子幹 不可以 所以真可惡 去年年底選舉 小新他們選市議員 還有那個縣市長說 我喊出一句話 小新都說 我們大家一起 叫做 票投民進黨 青年上戰場 我覺得很有效 很多時候 一句話喊出來有效 就有效 所以青年票就跑了 民進黨沒有票 但是呢 因為 蔡英文受到美國跟他們壓力 人啊 人啊 去年是十一月二十六號 投票 對不對 十二月二十七號 蔡英文宣布 我們的兵役 從四個月變成一年 四個月變一年 就是他送給我們青年的 耶誕聖誕節大禮 然後他們現在有緊張啊 所以我說今年的選舉 就是明年 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就是戰爭與和平 我這一點都不誇張 那民進黨現在很緊張 就亂講 亂講 我們哪有戰爭 我們這是和平 我們才代表和平 國民黨代表戰爭 我們這個備戰是為了避戰 你在騙誰啊 小溪在淡江念那個什麼 戰略研究所對不對 就專門搞這個 如果台海不危險 兵役幹嘛從四個月變一年 沒錯 如果台海不危險 我們的國防預算 為什麼從三千億變六千億 沒錯 這是擺在那個地方 就是危險嘛 對不對 我們看烏克蘭的戰爭 多慘啊 難民就一兩千萬耶 而且都是老人 女人跟小孩 為什麼 男人上戰場 對 因為一開始打仗 澤敦斯基就下令 16歲到60歲男子 禁止出境 16到60歲 通通過留下來準備打仗 賴清德還說 說喔 那個義務義 就是我們那種 我們自己的子力 那都是只是 不可以送到前線去啦 不可以做戰鬥部隊啦 還好那個國防部長說 前線跟後方哪有什麼分別的 對啊 我們後備人數就不夠了嘛 前線的士兵也不夠 又少子化 沒有人要當兵 民進黨隊軍人也不好 對啊 而且台灣海峽這麼短 台灣內部的腹地 這麼小 三分之二是中央三萬 什麼前方後方啊 分不出來的 飛彈也不長眼睛 子彈也不長眼睛 對不對 到時候說 喔這個飛彈專打台獨 喔不是台獨喔 飛彈會這樣分嗎 不會嘛 所以我們看烏克蘭很慘 達到現在快兩年了 2月就兩年了 冬天要來了 你想那個多慘那個悲慘 弄了個半天 比色列跟哈馬斯又打起來了 跟加薩 加薩走廊 走廊又打起來了 各位 我們想想看 如果台灣真的打起來是什麼狀況 其實我知道有些人喔 他嘴巴不小喔 私下喔 都已經辦移民了 就買什麼護照 就想跑 甚至有的人還在賣房子 但是一般人沒有辦法 像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只有跟台灣共存亡啊 但是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民進黨可惡是喔 既沒有治國能力 又沒有政治道德 好 你說你沒有能力 你有一個政治道德 至少我知道底線是什麼也罷了 第一個講他沒有治國能力 一塌糊塗嘛 你能不能舉一個例子 舉一點你認為民進黨做得好的 我常常問他 舉一件 一件民進黨你覺得做得太好 我很滿意 一件就好 一件都舉不出來 你光看這些重要的事情 要快篩的時候沒有快篩 要口罩沒有口罩 要疫苗沒有疫苗 要雞蛋沒雞蛋 要這個沒這個 要那個沒那個 他搞什麼鬼 然後中間很多人在發國難財 排隊排了三年 對不對 發國難財 賴清德說 我不是台獨今孫 我是政治金童 欸 你民進黨 平安心說 政治金童是在這裡 哈哈哈 謝謝 我要講的是說 民進黨執政八年 多少人 靠著民進黨 靠著民進黨 屢一翻身 金光閃閃 很多縣市長被叫做 什麼百億呢 什麼百億呢 你還賺到土地 蟲化啦 什麼一大堆 賺多少錢啊 我們老百姓選民選舉 讓你這樣搞的啊 讓你這樣每個都好像 哇這個 真的一個吃的老百姓 腸肥要賺很多錢 我不指名啊 大家也知道是誰了 真的很可惡啊 真的很可惡 好不好 治國 你舉個例子說 哪一個部會首長 你覺得很欽佩他 很能幹他 沒有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政治道德 最高的政治道德 就是我當國家領導人 要給國家帶來和平 不能戰爭 這是最高的政治道德 你說我再厲害 然後引起兩岸的紛爭 引起兩岸的緊張 這叫做好的領導人嗎 絕對不是嘛 對不對 那民進黨常常講說 不能給國民黨回來 回來就 台灣主權就沒有了 開玩笑呢 滿久執政八年 我們丟了什麼主權 沒有 沒有啊 而且還搞了一百多個國家 一百多個國家 免簽 對不對 還進了WHA什麼這些 國際組織也都 用觀察人身份進去 民進黨執政八年 邦交一個個斷 對不對 斷了九個 然後呢 國際組織一個也進不去 那時候還騙我們 所以只要吃萊豬 就可以進CPTPP 就可以進這個 進那個 我們萊豬也吃了 結果進了什麼呢 什麼也沒進啊 通通騙人啊 但是最可惡的就是 你明明知道 搞台獨會引起兩岸的緊張 老共已經告訴你了 台灣是它的核心利益的核心利益 你不要越過這個紅線 你就不要越過嘛 你沒事在那邊捅一下 捅一下你什麼意思嘛 你什麼意思我不懂啊 然後還講說 都是他都是他 對 老共是你捅他一下 他就會跳起來 這是刺 他飛機過來 輪船過來 戰艦過來 你不要去捅他嘛 你捅他幹什麼 我們決定要講 好我們中人 假定說我們有子弟在這邊念書 假如有一個同學很惡霸 對不對 欺負你 你會怎麼跟你自己講 不要惹他嘛 你會跟他講說 跟他打 絕對不會一個家長這樣 一定說不要惹他嘛 你不要惹他 看他不要理他就好 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明明知道 老共和國防預算是我們的17倍 他就是強大嘛 這沒有辦法 他人口比你多60倍 他 不是台灣 台灣並不弱 台灣並不小 但是他很大嘛 你就不要惹他嘛 對不對 馬英九時代為什麼兵役 能夠變成四個月 就兩岸和平了嘛 是 那不這麼簡單嗎 對不對 侯友宜那個時候訪問他 他也講他說 我當總統 兩岸和平 我兵役就縮短成四個月 第二天AIT就打電話找他 你找不到什麼意思 所以你完全被 你通通聽美國的 你不能做美國的馬前竹嘛 台灣應該做的是說 跟中國也有好 跟美國也有好 跟日本也有好 我們在中間最好能夠左右逢源 這才是 這才是安生立命之道嘛 不是這樣子嗎 沒錯 你只去抱美國大腿 美國人不會 不會因此喜歡你的 他覺得你 看不起你的 老美就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大家如果有跟美國朋友 他尊重你是因為你尊重你自己 你處處都抱著他大腿 他根本瞧不起你嘛 所以我就不懂啊 你民進黨到底想些什麼 然後把台灣搞得情況這麼危險 大家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要很無奈對 真的要很小心 真的要很小心 那所以 不用講別的啦 我常常講說 民主政治很簡單嘛 做得好繼續做 做不好怎樣 壞人 做不好就壞人 做不好就下台 不是就這樣子嗎 對不對 那你既然做不好 那就下台嘛 這什麼好講的 民進黨真的 真的 講不出他做了什麼好事 真的講不出來 能源 你看看搞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中油跟台電去年賠了 加起來賠了5000億 今年大概也要賠5000億 兩年就要賠一兆 一兆是多少錢啊 多少錢啊 對不對 就這樣子浪費掉了 為什麼說把中油跟台電一起算 因為進口天然氣是中油進來 所以也不准 中油賣給台電天然氣 也不准他漲價 所以我們一起賠 都是為了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所以我們常常說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很可怕 就是這道理啊 假如你一個人說貪污 不要說貪污什麼一兆 貪污1000億 貪污100億 貪污10億 貪污1億都不得了啊 一兆 就這樣子 就沒有了 然後將來電費要漲價 對不對 然後呢 還常常停電 這邊停那邊停 也不穩 對不對 他就說哎呀 我一般家庭沒有漲 你漲那個店家 他一定會轉價的嘛 你現在去吃東西 有沒有覺得那個排骨 越來越小 越來越薄 一定吃任何東西 水餃 要不然就漲價 要不然就縮小 物價貴了 為什麼貴 這都漲價了嘛 所以民進黨 表面上說我沒漲 沒漲電費 他其實是轉價 而且 而且現在還在壓 所以台電最後才賠一兆 將來 將來怎麼辦 一定要羊毛豬羊身上嘛 所以真是可惡啊 真是可惡啊 歐洲已經都把核電當綠電了 他打死不肯 就為他那個信仰 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仰 這信什麼仰呢 不是這樣子嗎 就是說人家歐洲已經 號稱是最進步的 這個 這些國家 人家都已經承認 核電是綠電了 然後那天那個 秦州院長 好不容易講一下 說六嘴 馬上喔 經濟部長什麼就打臉他 開玩笑 在國外的話 你隔遠敢去跟 反對你隔魁的這個政策 立刻就下台了 立刻就下台了 所以呢 各位好朋友 就是說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 禮拜天晚上 大家犧牲假期 不在家裡看電視 不在家裡吹冷氣 跑到這邊 還搖風扇好辛苦 然後來這邊 為什麼 就是表示對許小新的支持 對不對 謝謝 小新真的不簡單 很多時候 他很會收集資料 他跟我講他常常半夜 兩三點不睡覺 在那邊用功 我有時候半夜兩三點 傳訊息給趙大師 我說你還不睡喔 還要再找資料 所以呢 立法院需要戰獎 尤其需要年輕的戰獎 立法院總是需要 長假後來推前浪 老人很重要 新人也重要 總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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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都說 啊國民黨不重視年輕人 民進黨你看年輕人 怎麼不重視 小新就是很 就是很好的年輕人 我們希望現在立法院 有心血 而且這一次選舉 絕對不能讓民進黨 立法院再過半了 對不對 對 而且呢國民黨一定要過半 好不好 好 我們只要國民黨過半 評論 總統選誰 總統當選何宜 我是總統是誰 因為現在不知道合不合 不管他那一攤 但是我們能夠掌握的 立法院是我們能夠掌握的 立法院一定要掌握 好不好 這也是我這麼辛苦 就雖然長得 還要來給小新站談 謝謝 我覺得這一期 這一期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拜託大家 好 許巧新 動算 許巧新 動算 許巧新 動算 巧新 許巧新 動算 動算 許巧新 謝謝大家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大家下一個兒 下一個兒 二十三 日子 雙喜 五月 六月